哎呀 地方林女们都在呢啊 哎呀 先接个电话啊 哎 喂 前生范 我是陈家男 啊 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哎呀 我提个人 招杠的介绍我来南门公司的 还往我这儿介绍人 我要去南门公司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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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 我要去提马巴 你就能让我去了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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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刚子 我这个大姐夫 是不是闲得没事干了 得找他去 大姐夫 哎 赵刚子啊 你干啥呢你啊 现在呢 你来我我跟你说个事 你把刀放下 哦 赵刚子啊 你今天让没让一个女的 给我打电话啊 女的给你打电话啊 嗯 陈家男吧 哎 是不是陈家男 陈家男是谁啊 陈家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哎呀 顺风啊 顺风你过来你过来 你是不是把人家给忘了 我想不起来 谁啊 哎呀你可真行 你忘了 当初不是你带到咱们家来的吗 沙发客 他爸是陈总 我认识 陈氏集团创始人 哎 给我对前顺风的了解 他得蹦起来 而且还得一百八十度转玩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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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来了 大姐夫哎 我好像是 记忆力全部打开了 哦 我全想起来了 哎呀 这个陈总一直是我的偶像啊 我一直渴望着与他合作呀 哎呀 我跟你讲啊顺风哎 南南呀在咱们沈阳上大学 今年毕业了想找工作 我说那你到顺风这来干吧 好好好 多好的事 哎呦大姐夫 你安排的太好了 我跟你讲啊 一会他就来咱们家 一会就来啊 哎呦 那得准备准备啊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咋了 全让你给砸了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呀 刚才人家南南给我来电话了 我已经跟他说了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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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干嘛呀 哎呀我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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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看这个 那无知的小眼睛瞪着我 别打理我 哎呦你得帮我 你少求我 大姐夫你得帮我呀 陈总啊 一直是我的偶像啊 我得跟人家合作呀 哎 哈哈哈哈 我大姐夫的一声叹息 证明这个事成了 哈哈哈 你先怎么帮你吧 大姐夫一会嘉南要是来了 那肯定得问我这个事啊 是吧 我给他解释的时候 你就猛烈的点头 好好好 我只要把电话放在你的耳朵边上 你就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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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帮你 好 告子哥 来 我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钱帅帅 哎呀太好了 我正想找你呢 哈哈你先摆讲话 哪哪 干哥哥 哎 这个是逛粮酒 蠢粮食酒 给韩喝的啊 这个是果民老品牌 岂是以年安全无事物的灰膳马瑞奶粉 珍细娟膳奶源的好奶粉 喝了能找大哥给你喝的 拿着吧 不是 不是孩子你是不是说反了 啊 酒再好你也不能给孩子喝呀 我喝奶长个我都多大岁数了 我还长个上 你说反了 奶奶 来就来不许带东西听见没 嗯 我这豆丝帅那千顺缝给我漆的 是吗 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呀 这何出此言啊 我怎么会把你忘了呢 哎呦 奶奶远到而来 快坐快坐快坐 哎呀 你刚才在门口一叫啊 哎呀 钢子哥 哎呦你爸爸的那个 那个高大形象啊 就浮现在我的眼神 不是你等我等我 你背老踢阿爸 我是我阿爸是阿爸 我想自己干点事 变了 长大了 有志向了 啊 好好好好好 哎呀那你为什么一进门就对我 横眉冷对的呢 你刚才在电话里可不是这么跟我讲的呀 哦 刚才那个电话是你打的呀 啊 哎呀 奶奶来来来来来 嗨 嗨 是这么回事 我现在公司啊发展的很好啊 啊 搞得我很忙 你看我这身上就俩电话呀 哎呀 我刚才正在接我们单位老刘的电话呢 哎嘿 老刘啊哎老刘你你说什么事 你看 这时候来电话了 这是你的电话 哈哈哎老刘你快说快说 哎呀哎哎哎好哎好好好你来来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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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老刘你快点啊我这来了个电话哎 那个很重要对对你快点哎哎呀哎哎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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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老刘你这样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个电话比较重要 好好好我跟你以后再说啊哎好哎 嘟嘟嘟 你给挂了 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你看看是不是啊 哎呀妈 杠子哥杠前那电话是你姐的 啊你不能遇到什么事就稀里糊涂的就不行不行不行的 你这样丧孩子是一颗上金庆年的信呢 哎哎哎呀哎呀那污秽也解除了哎 这么谢老年没见了哈 啊那个我再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可以啊那个 坐去啊坐下说啊 到家里来了你客气什么你这是 行快坐快坐哎 我呢大学刚毕业学的是农业科技专业 沈阳现在创业环境特别的好 对大学生创业扶持力度特别的大 我想靠我自己干点事 不想靠阿爸 对 他爸爸是那个 你闭嘴 你提他爸干什么 他爸爸跟我有关系吗 我看中的是陈嘉楠 太不容易了 我一直都想靠我自己的本事 找到一个认可我的人 众力寻他千百度 无人回首 伯乐就在你眼前 嗯 哈哈哈哈 行了 孩子 那这个事我都明白了 嗯 那明天就到我的公司去报到吧 好 在我公司上班 好 那行了 那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 楠楠中午别走了 在这吃饭 正好你带着光粮酒呢 午酒不成席 这样我做两个你爱吃的菜 哎呦 我帮你 不不不不 歇着 我会 看着真假 你帮什么忙啊 哎呀 你爸爸电话 啊 我不解决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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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接我接 我一直想跟陈总聊两句呢 你别瞎说啊 我不说不说 好你放心 哎 好好好 哈哈 喂 喂 钢子 哎不是 陈总我我我不是赵钢子 我是赵钢子的妹夫 钱顺峰啊 哦 钱总你好 你好你好 我闺女男的是不是在你那对对对对对对哎呀 男的就在我家呢 我这不正在给他准备饭呢吗 放心吧 陈总你女儿在我家 我一定像对待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的 另外给你汇报一下 男的工作已经落实了啊 就在我的公司 哎嘿嘿 您什么时候来看看您的闺女啊啊 这样我也可以找机会给您见一面 咱们聊一聊下一步的合作呀 哈哈哈哈 陈总啊 哎哎 我实话跟你说吧 您说您说 我就想让他在我身边 不想让他离开我 你要是能替我办到 我可以跟你合作 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 好好好 我明白了 我一定办到 一定办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呢 啊 啊 快点快点 干啥呀 我这正十字饭呢 你这样啊 你立刻马上 把陈家男给我辞了 你不是答应要人家了吗 情况变了 他爸爸的意思是 不愿意让女儿离自己这么远 希望自己的女儿在自己身边 把手机给我 我拿回来 你过来 干啥呀 你干什么呀你 怎么的了 都答应人孩子了 你怎么出尔反尔的你 哪有你这么办事的呀 大姐夫 我不光想着跟他爸爸合作 我也是一个父亲呢 你少来这套 刚才陈总在电话里都气不成声啊 人家希望自己的女儿在自己身边发展 人家多大的产业啊 将来不都是自己女儿的呀 告诉你赵刚的啊 你也是一个父亲 妞妞也是个女孩 你好好想想 将来妞妞大学毕业了 也到离你很远的地方去创业 遇上了一个我这样的老板 你难受不难受 难受 哎 这事又成了 你得帮过呀 你说怎么帮啊 就这样 好吧 你说你这个心眼啊你啊 难难呀啊 难难快别忙了 来来来来来 哎呀你钢子哥有点事跟你说呀 啊 我打打个电话啊 我忙哎哎 你说你说 难难 来来来来 坐 哎呀那个 有点事啊 我得跟你说一下啊 嗯 我觉得你在顺风他们公司干不合适 啊 我跟你讲 他们的公司也是刚起 我也刚起步啊 我愿意和公司共同成长 不是不是 我是说他们这个公司啊 就是条件比较差 我没有要求 管吃管住就行 哎呀 你的要求也太高了 还管吃管住 管不了管不了管不了啊 你这样吧 你先交上火车飞吧 好吧 把火车飞交了 我跟你讲啊 而且他还特别抠 什么 哎 我说你们几个 把公司的空调又都开开了 是不是 也没有多热吗 温度才四十多度 车都给我关了 省着钱 脾气还特别大 喂 哎 你们还要打车回来 打什么车呀 公司没有这笔费用 再说了 铁岭到沈阳也没多远吧 走着回来 不是打算徒步辽宁吗 听我 别的他们公司干 回家 哎哎 好好好好好 就这样啊 怎么着 我刚才听了一耳朵 啊 楠楠你要回家啊 也好也好 这样 我马上给你订票啊 咱回家 我送你去火车站 好吧 哈哈 哎呀 哎呀 你这白个人演了 我订个商务座 订什么商务座 我本来就以为你这个人就是心眼多一点 我没心思当你还是个演员哈 刚才是不是阿爸给你来电话让我回去的 对啊那听爸爸话咱回去 我不回去 我就是不在你这干我也要上别人那去干 喂 有电话了 谁呀 喂 有电话 哎呦 你爸 你爸的电话 我不解 赵杠子 这孩子 我原本以为你是最理解我的 没想到你一点都不懂我 喂 有电话了 哎 你爸电话得接呀 我不解 就是让我回去的 我姐的干什么呀 喂 有电话了 来我接 我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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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不让你爸爸着急吗 你别 喂 哎哎哎 陈总陈总哎陈总陈总哎我对对对 我陈水峰我再给你汇报一下啊 那个你闺女已经不在我的公司工作了 但是 楠楠也说了 即便不在我的公司 他也不会回到你的身边 他也一定要在外面拼搏一番 大姐大姐吧 你给他把解释解释 陈总你好我赵钢子 哎 其实我理解您啊 您是做父亲的 我也是做父亲 您有一个女儿呢 我也有个女儿 您这个心情我其实特别理解 但是呢 我就说孩子长大了 别老以为他们是小鸟 那小鸟的翅膀总有一天会硬起来 你就撒开手 让它飞 那说不定哪一天 那孩子飞得比咱们还高 您说是不是 当然了 您要是实在觉得不行的话呢 那 那我做他的工作 让他回去 谢谢 明天我就亲自送他 好不 钢子 之前 可能是我错了 孩子大了 总有吃饱硬了的那天 他要飞 就让他飞吧 爸 爸 奶奶是你吗 是我 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你没生我气吧 爸不生你气 我现在就买机票去谁啊 你不信来吗 工作那么忙 爸 得来 爸 相约 是 你看看那孩子 别哭别哭了 别哭了 没事了 你看哭啥呀 谢谢 马上就见着你爸爸了 别哭了啊 能一会儿咱俩一起去家吧 行一起去机场接你爸啊 哎 前世芬呢 啊 前世芬啊 前世芬他已经去机场接你爸去了 哎 他得先到机场啊 这样才能体现出他对你爸的感情比你对你爸的感情还深 而且他们的宣传词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听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走吧 走吧 哎